Tesla 創辦人馬斯克 Elon Musk 入主推特不夠一個月 動作不止多 還是非常大的 其中一個動作就是大財源 這次大財源引發員工離職潮 從事科技界的皇帝女 不有假的 你炒我我就換過個東主 根據最近離職員工說 由於Twitter沒有足夠的人手應付流量飆升 世界杯舉行期間 Twitter嚴重死機的風險高達五成 另一個大動作就是剛過去星期五 11月18日馬斯克在Twitter搞了公投 發起決定是否應該恢復特朗普帳號的網上投票 特朗普是因為2021年1月6日爆發的 美國國會山莊蘇聯時被指在社交媒體發布挑動暴力的貼文 之後被Facebook YouTube Twitter三間社交媒體封鎖了他的帳戶 馬斯克搞了這個公投真的非常成功 參與投票的Twitter用戶 超過一千五百多萬人去投票 結果就是51.8%贊成恢復特朗普的帳號 只有48.2%反對 其實馬斯克入主的時候已經是打算取消對用家的永久封鎖了 拿著這樣的結果當然就可以更加大聲地說 人民已經發聲了將恢復特朗普的帳號 我相信結果如果是倒轉的話 馬斯克轉數這麼快都一定找到一個好的理由好的說法 恢復特朗普的帳號 特朗普的帳號沒多久就獲得解封了 不過特朗普似乎不是太領這份情 對於重返Twitter就說 不太大興趣 投完票那天即11月19日 他就用視像的方式參加了非政府組織 共和黨猶太人聯盟年度領袖會議時被問到 你有沒有計劃重返Twitter 他就說我看不到要這樣做的理由 特朗普是一個商人 他看不到要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自己都已經推出了屬於自己的 免費社交平台應用程式 Truth Social 不用說Twitter當然是他的競爭對手 不過當然要挑戰Twitter的地位就不是這麼簡單 2021年Twitter每天已經有1億9千2百萬的活躍用戶 全球用戶的年齡層 由63%是在35至65歲之間 在經濟上相對活躍的年齡組別 女性和男性Twitter的比例大約是1比2 女性是34%男性是66% Truth Social 可以譯為真理社交平台 又或者是真相社交平台也可以 不過其實在社交平台裡面 是不是真的找到真理和真相呢 Truth Social在2022年2月21日上架 應用程式在蘋果公司App Store下載 單日錄得17萬的登記下載次數 很快就成為了美國App Store下載量最高的應用程式 至於Google Play方面 直至今年10月12日才准Truth Social上架 主要是因為Google要等Truth Social 完成了更新 配合他們禁止發佈反感貼文的政策 同時也要他設立通報刪除 不適當內容和封鎖濫用者的有效系統 Truth Social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和大部分主流社交平台應用程式差不多 用戶是有自己的帳戶 可以發佈資訊 分享想法和聯繫其他用戶 其中一個較為特別的功能 叫Truth Feed 這個程式會從你感興趣的個人機構和新聞媒體 獲取相關的最新消息和活動的獨家新聞 介面整體是按照特朗普 以前最喜歡使用Twitter的帳戶 而參考設計 包括鐵文的回應、轉發、底部的 搜尋、通知、私人訊息等功能 擺放的位置和Twitter真是很相似 Truth Social同樣提供帳號認證機制 讓一些特定名人帳號透過認證 拿到識別徽章 特朗普當然是一個非常懂得玩財技的人 看回2021年10月20日 Truth Social還未推出 已經獲捧關聯SPAC飆升觸法熔斷 當時特朗普宣布成立媒體公司 特朗普媒體科技集團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同時建立新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 通過SPAC 即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Corp 簡稱DWAC上市 這個消息當時刺激了DWAC的股價 隔晚急升了356.38% 收報是45.5美元 開市後更進一步向上 結果觸發了熔斷 熔斷前收報131.9美元 升幅高達1.9倍 建立Truth Social的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任何人都能夠自由發言 強調提供絕對言論自由 而不是由科技巨企決定大眾 應該接觸何時何物 據理解Truth Social審核的政策 比Twitter中更嚴格 Twitter過去曾禁止就新搬廢言和選舉 發放錯誤信息的用戶賬號 但Twitter這個平台和用戶之間的糾紛 往往具有選擇性和緩衝期 現時為止Truth Social用戶是有機會 因為發布虛假 誹謗或誤導的內容 直接被平台暫停 甚至是永久終止帳號 都免得跟你討論 而平台過濾處理 刪除內容的主力是依靠一班志願版主 用戶報告和機械人等等不同的組合 亦因此其認受性被人質疑 除此之外Truth Social這個平台 好像主人特朗普一樣 一樣很有爭議性 有網民發現Truth Social的標誌 和英國太陽能汽車公司 Trailer的標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後者更加在推文中大力諷刺特朗普 可惜和其他亞洲地區一樣 我們香港還未能下載Truth Social 官方亦沒有公佈全球開通 或其他地區上架的時間表 目前社群平台只能在美國和加拿大使用 要攻佔亞洲真的不容易 他們都要面對不少的挑戰 假如時日真是全球開通的話 戒時到底這個平台會否水到不服 或是連連戰勝 真是令人拭目以待 根據Great Fire的測試 這個網站在中國大陸被當局的網場封鎖 即是當地的網民是沒有辦法 正常傳取到一個網站 2022年的2月或是更早開始 已經遭受到封鎖 一直封鎖到現在 又是分享喝湯小知識的時間 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是先吃東西 跟著才喝湯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喝湯習慣 西方的出餐順序一般是先喝湯再用餐 這是一個健康的喝湯習慣 因為你先吃飯 你可能已經飽了 你吃飽後再喝湯 是容易導致營養過多 造成肥本的 而且湯會沖淡的胃液 影響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所以先喝湯 比最後先喝湯的健康效果好很多 還有助於減肥的 今期智雲有禮送給大家的 就是湯包 是季完美養生強體滋潤養顏的積飲湯包 說明是積飲 只要加熱3至5分鐘就可以喝 非常方便 絕對沒有添加味精 沒有加防腐質 沒有人造色素 也沒有額外添加鹽 採用了高溫高壓滅菌技術造成 可以常溫保存就可以了 養生強體湯包功效很多 還有很多款 大家快點行動 湯包送完即止 除了可以得到湯包之外 當然還有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還有一次免費療程服務 快點按季完美的連結 給我們一些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到你就可以了 詳細的資料 列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這些湯包究竟有什麼好處 到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繁忙 要自己煮一口湯水來喝一下多難 不過不要緊 桂圓尾有新的產品推出 桂圓尾除了幫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內在尾都照顧 他們有五種湯包 健脾的健肺的保老的去痰的 保護喉嚨的各色其色 各樣都有 這些湯包是沒有味精也沒有鹽 相當健康的 而重點就是只要將它們放在熱水裡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也想買的話很容易 上你HA e-shop網購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發在生的中心 或者是桂圓尾的中心 整個頭 護理一下頭髮 再買一些湯包回家喝都可以的 小蜃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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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